真的不应该有很大的问题 我这球很难过 因为他身子是拉着的 对 这球只有说Henry打的时候 你可以说没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Davis 对 都是那种身材一级棒的人 所以你觉得这个台面也不是很容易的 对 因为那边挡到的 他尝试一下底带 跑球了 很安全 打开的一颗用三分球掉 外面留一颗你爱拼不拼 而且你看五分六分那边是一个小陷阱 就这颗中间的红球 如果去拼 打带跑的话 即便你避开了下面两颗红球 上面那个五六 可能不一定躲得开 如果躲不开这个五六的话 就可能有问题 那他来拼最右边的这一颗 然后从左下条回去 用高杆的冲杆过来 用冲杆过来跑 这样呢 这样会漏掉左侧的这一颗 但是 这个角度上Renry倒是有机会回得来 主球 他还打最下方离非头近的这一颗 嗯 太厚了 出问题了 这种球太容易出问题了 一旦厚了的话 就会 出大问题 直球 漂亮 单头点的位置 点得很准 好 这个不用多考虑了 因为已经51分了 想办法把下面两颗清掉就可以了 那 没登起来 还可以接手 低推 距离比较近 所以用一个低推 好 52分领先 51分台面 70分台面 24分台面的球很硬 25分台面 拉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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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倒薄一颗 也没有别的好想了 快点 拉杆倒薄一颗 有机会的 因为距离并不是很远 差好远 OK 拉杆的帅 好 双方战成 一比一平 谢谢 谢谢